對颱風來襲 降雨後 高寮大橋變道 溪水暴漲 大量河水往下沖 導致路面承受不住 直接斷裂 靠近一點看 河水直接穿過橋 水流相當湍急 而高寮大橋在二零二二年 九一八地震中被震垮 今年一月才剛蓋好這座臨時變道 沒想到一場大雨又斷了通行 積極地把變橋盡快地修復 這是另一座輪天大橋臨時變道 花蓮一場大雨斷了兩座橋 整個被吸水淹沒 看不見道路也已經全面禁止通行 九點的時候已經發現 我們的豪大雨把我們的輪天變橋 把它沖毀 現在我們目前就是把它用警示帶 還有三角錐 還有扭折溪護欄 然後暫時把便橋封閉 於是一陣又一陣地來 同樣在副里東里車站附近 也出現淹水狀況 下方的寒洞是已經變成一片汪洋 那記者實際走來裡面來 可以看到這個水的位置 已經快到我的小腿了 那其實剛剛稍早的時候 有汽機車道經過的時候 這個水淹的高度 已經高達半顆輪胎之高了 進到東里火車站 通往月台的地下道 天花板不斷漏水 地面上大片積水越來越多 杜蘇瑞颱風步步逼近 花蓮各地區陸續出現小狀況 民眾要多加注意 落石不斷從山上掉落 杜蘇瑞颱風來勢洶洶 連夜的豪雨造成花蓮多出貪坊 推土機前期大片落石 前前後後忙進忙出 這裡是花蓮中橫臺八線 颱風夾帶的豪雨導致貪坊 目前已經設置柵欄封閉道路 避免車輛再進入災區 峽內的步道目前也都是封閉狀態 根據氣象局統計 東部降雨量逐漸增強中 預估26號累積降雨量孔將會止暴 花蓮24小時累積雨量也達到 兩百米以上 副理箱累積雨量最多24小時203毫米 另外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內 117隊的登山隊目前也都全數下山 你看就是這樣子已經淹水了 民眾家門前被淹成小河 這裡是台東城公正的山明里 颱風夾帶瞬間好雨 加上排水溝一堆杂草堵塞 導致路邊散戶的民宅全都淹水 而大水直接灌到家裡面 整個客廳都是泥泥 住戶也無奈表示 雖然雨停後水暫時退得很快 但是還是擔心 如果在下雨會造成淹水 希望相關單位可以儘快解決 水溝每逢下雨就淹水的問題 三新聞旅院王后園 黃士涵花蓮台東三網報導